就今年10月23号 九龙城钻石商场 发生三级火警 导致三人伤众死亡一案 根据消防条例第572章 先判决如下 商场负责人邱昊儿 因疏忽职守 因致他人死亡 罪名成立 需向死者家属赔款之外 判处 近近六个星期 立刻执行 好 知道了 法官阁下 我代表当事人邱昊儿女士 决定就以上裁决 提出上诉 这张照片是高峻叫我给你的 他说你看了 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了 你不会还生气吧 你先向我道歉啊 我不是说了是误会吗 那你当众骂我 你也要向我道歉啊 那无话可说了 会 好啊 谁先道歉谁是猪 不是有人说猪才会道歉的吗 对不起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是我不对 他叫对不住 现在替我向你道歉 哦 所以你以后经常会惹我生气了 我最错的就是没有第一时间向你道歉 明天就去美国了 希望你离开之前能原谅我 还以为是什么宝贝 原来是破照片 干什么 放开我 你别踩到我的底线 Rain 你跟拿多的女儿怎么样了 挺好的 别说爹地没提醒你啊 你是我们邱氏的继承人 选对象一定要深思熟虑 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 如果你觉得居己适合的话 就对他好一点 别再勾三打四 放心吧 爹地 我有分寸 谁叫他像他老爸一样命饭桃花 那些女人啊就喜欢投怀送抱 直来 粽子是我亲手包的 你尝尝 妈咪你亲手包的 那要尝尝了 嗯 爹地你也尝尝 小妈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呢 最近看了一部狗血的电视剧 说他们全家人的关系 比乱葬钢还乱 我想到就忍不住笑 很好笑 那种电视剧剧情是瞎编的 别看那么多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之前做过什么丑事 你都一清二楚了 我还有什么脸留在你们邱家 是 我承认 我是从你舅妈那里买了iPad 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 iPad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一点都没看过 你现在没有看 以后你肯定会忍不住 那部iPad我已经烧了 烧了它又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会带着这段不堪的黑历史 永远消失 不会成为你们邱家的丑闻 老婆 你不一样 你从小就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就算你做错任何事 也是环境所逼 我以前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 你都可以接受 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你呢 你现在说能接受得了我 那你的家人呢 你觉得他们可以接受得了吗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其他人怎么看 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 只要我们父亲同心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走到最后 难得一起吃饭 为什么有的人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干什么 看过电影的都知道 监狱里的饭菜不止难吃 还会有蟑螂呢 二嫂啊 我们在吃饭呢 你能不能别说那么恶心的东西 监狱里的食物呢 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吃 不过当然没有家里菜好吃了 浩尔 今天有你最喜欢吃的炖猪肉 来来来 谢谢爹地 那个荣夷真是的 炖猪肉就炖猪肉 加梅菜进去干什么 嫌我们浩尔坐牢 还不够倒霉吗 怎么吃梅菜 就一定会倒霉吗 那二嫂 你用象牙筷子吃饭 怎么不见你嘴里吐出象牙 你是想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不是 在吃饭 别说那么多了 小心掖着 人家关心浩尔 多说两句不行啊 少尔 之后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 先看看钻石商场的维修进度 弄得怎么样 其实商场已经很破旧 还烧成那样 要维修 肯定需要很长时间 浩尔 你这次 就当一次教训 有的事急不来 你就 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我也这么想 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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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